大家好,歡迎來到漆遊港玩漆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太陽神Andy 我是K 我是RBCKH 我是和K合了體的奧西里斯,Sammy 今天我們來玩漆遊Review的就是 Andy 就是Eric Ling的三部曲的第三部 講了埃及的神話故事 這系列推出了第三集 第一集是Bud Rage 第二集是Rising Sun 這個就是大家很熱切期待的作品 這是我普通一點 據Erin所說的 這隻應該是他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之後會不會再開幾個三部曲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遊戲有幾樣東西 跟以往的兩個版本不同的 就是這次我們真真正正是扮演神 即是說我們的角色就是神 因為以往就是講一些步驟 然後可以有些神在中立 這次不是的 這次我們真正是控制神 而且也是控制埃及神 我自己對著遊戲就非常之期待 好了,事不宜事 不如Andy介紹一下 好,那整隻遊戲 這隻其實也是一隻Area Control 加一些跑分的遊戲 我們每個人就是控制一個神 每個神有自己獨特的能力 還有自己的能力的British Law 到時候開啟了 其實到了你每個回合的時候 我們就有兩個Action 可以做的 一開始我們看過地圖 就會有一個Scenary Book 就會說你怎樣設定遊戲 每個人各個佔據一方 然後有一些自己控制了的Moluments 和加上兵是Pset了在這裡 那根據不同時也會不同 每個人一開始就可以做兩個Action 他們分別有幾個Action 有一種Action就是Move Move Figure 你走的時候 你把桌上面所有控制你的Figure 每一隻都是走三步的 包括這個桌上的Figure 或者是這裡 後來所說的拜神的時候 會派一些祭司在這裡 第二就是Summon Summon Figure 將你在你的Pool上面的Figure 放在你控制了的Moluments 或者你的兵隔 然後同一時間也放祭司在這個位置 第三個就是Game Followers Game Followers是拿錢 Followers的概念就是信徒 如果簡單一點就是錢的概念 那怎樣拿錢呢 就是看回你的Figure裡面 附近有多少是你的Moluments 或者是中立的Moluments 有多少個就拿回相應多少錢 而第四就是Unlock你的Ability 那這個就看回相應的Ability Cost 是多少 如果是解開這裡的 那你就要給一個Followers出去 那就可以在這四個Slock unlock一個 那這個就是四個的基本Action 那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每做一個Action的時候 我會走到一些神主牌 那你會向前走一格 那你做完上面的才可以做 如果你做到下面的 那上面是不可以做的 而同一時間 如果這個神主牌 去到最後的這個位置 就會觸發了一個 就是我們要做Events 對 就是下面的Track 那下面的Track 那下面的Track 大致上可以放來幾類的 第一類就是這個 擺地 擺地 那怎樣做呢 就是在Tracker的Events 如果你的Figure旁邊 有些中立的Moluments 是沒有人擺的話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Token 放進去 擺了它 每一個神 心字塔 梅屋 和方展碑 都有一個位置 擺這個位置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觸發這個 戰鬥 那戰鬥的時候 就會進入這個 Battle Phase Battle Phase 就是 當如果那個地區 我們看到地區分為 1 2 3 4 那個地區如果有 兩種世紀以上的話 就會Tracker戰鬥 那戰鬥上面 都會有些卡 可以輪流去 暗地裡出的 那感覺上 是有點像Rising Sun 有個必敵的位置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可以做 後來之後再講 如果那個位置 是不准戰鬥的話 就會帶來 那種類型的Moluments 哪一個多些 就會盯上相應的分數 是 那第三樣 最後一樣 就是鎖鎖 鎖鎖 就可以把地圖再界了 你可以把鎖鎖 再分多些的地區 如此類推 繼續推進去跑分 最後跑完分數 去到最高分 那個位置 就是贏家 去到一個位置 這遊戲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打到第三場 最低分的兩位玩家 就會合體 合體 對 那個機制都蠻特別的 對 那麼 我先講講 其實 剛剛Andy所說的合體 就是最低分的兩個玩家 他們會變成為同一個玩家 而特色 就是他們兩個技能 就會同時享有 就是他們兩個都會 有對方的神的技能 而長上高 只會剩下 較高分的玩家裡面的 例如勢力 Figure等等 而分數 就會變成最低分的玩家 而他的行動 就會是每人做一次的行動 而那個行動 就不會再受上下的影響 就是他們可以做下下才做上高 因為他們就會變成兩個獨立的玩家 最重要的是 他們會共享勝利和失敗 這就是他的第一個特點 而第二個特點 就是去到第四次戰爭的時候 如果你的分數不能夠超過紅色區 你仍然在紅色區 那個玩家就會禁止 就是 嘔吵 繼續去到第五次戰爭 第五次戰爭 完了之後 最高分的贏 又或者有任何一個玩家 在過程裡面 任何時間 分數是去到最高分的 都會馬上召喚 由那個人獲得勝利 這就是Ank的內容 其實剛才Andy 也有說到 下面有個叫做 是 擺一些祭司的位置 其實這個就是 今次這個遊戲裡面 的一個expansion 就是這個法老王expansion 直接講完 講完 基本上遊戲的規制這麼多 詳細一點就不可以在這裡講完 那不如大家先講一下感想 那我先講第一件事 那 作我來講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 作為Aeric Link的一個 Area Control Game的一個終結 我覺得是絕對 可以 講得到這個名字 因為它是真的給我感受到 它裡面融合了很多 它過往出的Area Control Game的元素 而更加重要就是 它是一個 我可以這樣講叫聲華 聲華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你會在這個遊戲裡面 看到它以往Area Control Game的影子 而更加重要就是 它是集合了很多不同元素 比如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它霸地了 以往我們玩Area Control Game霸地 就是哪裏多冰 它這次不是的 每一格裡面只可以站一隻冰 變成了它就將Area Control Game 加入了行棋的元素 因為你是要透過行些冰去霸地 就不是說以往生一生一大堆 不是的 你要計算步數 那樣 還有剛才也有講到 譬如戒地 就是用落台去戒那些area 出來 那這件事在它過往是沒有做過的 但是你會感受到 就是為什麼它要有這個設計 另外 有什麼影子 例如剛才Andy也有講的 就是必定的元素 因為它裡面其中有一張的戰鬥卡 就是要你付錢 如果你付錢不夠多的話 你那個區域裡面所有的士兵會死光 而這件事就是可以在這個 我們叫做計步數的對戰裡面 有它以往 譬如像Rising Sun的切複系統 是的 但是我覺得它比起伺複系統好的地方 就是 你就算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它也有另一張卡 counter它 就是有一張就是 死多少人 拿多少分 它基本上 每一張卡 就好像有一個一陰一樣 這張卡好像很厲害 但它有另一張卡 可以counter它 這個位置 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就是 剛才我們也說了 Innest Innest 就是用這些卡 去做這些area control 這個遊戲 做到那種感覺 而我覺得更加精彩 因為每一張卡 我們玩完之後 我們去聽到 好像漿漿都有它的用途 還有當你想少了這張卡 你就會輸了 剛才我們講到的結局 就是我們到最後 三個玩家的分數是 距離只是一至兩份 是非常非常之緊 Andy 你呢 你覺得呢 我也很同意 就是它有很多 以往作品的一個影子 亦都覺得它抽取了 好的部份去做出來 我覺得戰鬥的系統 我自己是挺欣賞 也挺享受 在玩的時候 因為它就 剛才所說的 每一張卡都有它自己的作用 還有你猜猜別人用哪張卡 它應該 因為它的戰鬥系統 也都好像Rising Saint 一樣 有一個順先的次序 你要知道是怎樣進行的 沒錯 而Rising Saint 不好的地方 就是全部集中於必定 要必贏 但這個就是用於這個卡 來同 令到我做事的福利率 不會被錢去局限 而拿錢的時候 我都可以靠這些卡 去拿錢 然後再做必定 這些東西 可以在你知道 戰場順序的時候 可以想定 而另一種覺得 要賺的地方 就是遊戲學起來 雖然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但是 它那些 所有的Reference Card等等 的Face 其實都很清楚 我們玩了 一兩回合 就大概知道 得到的Flow 都很Smooth 只是可能大家 有些思考上 可能要用多一點時間 你想想做什麼 可能第一次玩的關係 沒錯 我覺得值得賺的地方 沒錯 我想都會有人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合體系統 這個也是我自己試的遊戲 我最想最想知道的 就是 究竟那個合體系統 在遊戲裡面的處理是Smooth 不Smooth 會不會不平衡呢 我們就這樣看下去去玩 其實呢 合體的玩家是否完全沒有機會追上來 絕對不是的 像這一波一樣 合體的玩家就已經追到第二位了 那你說 會不會有些人 特意按下分數 而去做一個合體 接著博充上來呢 這個位呢 我覺得是可以再試多一點的 還有 我會覺得那個位就是 你如果有這個能力 控制自己的分數 不那麼高呢 其實你為什麼不贏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剛才Andy說的 就是分區的位 其實這個遊戲 玩到後期有很多個區 而每個區都要有一場戰鬥 其實你很難去完全掌握 每一場戰鬥的勝負 結果 而每一場戰鬥都會計分 變成分數的升跌 由於分數很接近 所以其實你很難調到最低 所以你說控制呢 這個可能性我都覺得不高 尤其是當兩個人合體的時候 是計算最低分的 如果是萬一最低分的 真的很多 你涉及的分數應該是賺不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 最後講完 我們玩完之後是欠一兩分 兩三分 其實他欠一分其實都可以欠很遠 這個就是大家擔心的地方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至於另一個我很讚賞的地方 也是他三部曲裡面 我覺得這一部是做得最好 就是他的expansion和variance 因為如果你有玩過Bug Rage 又或者是玩過Rising Sun 你都知道 他的expansion 對於遊戲的改變 可以說是技能上的改變 又或者是相對來說 一些小小小的改變 但今次他的法老王的expansion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令到遊戲的策略層面 是推高了幾架 因為他 你一度要控制外面的同時 你的法老要去保持住 那個Bug Rage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他會搶一些Political card 那些Political card 其實是令到你多了Action 而那些Action是厲害的 而那些Action是可以重用的 你可以拿回上手再用那些Card 這個策略層面就會複雜了很多 這個是他過往的expansion 即是遊戲的expansion 是比較少見的複雜 而另一個我覺得好 就是他的中立怪 譬如中間的Guardian 那些Guardian 每一隻的能力其實都是強 以前的中立怪都很強 但由於這隻遊戲每一次只用三隻 每一隻都要搶 對於局勢的影響就會更加大 甚至對這個Strategy很不同 譬如今次會有一隻扣分貓 扣分貓其實對於遊戲的戰局都很大影響 因為扣分是會令到有玩家會eliminate 這件事都要在計算裏面 這是我覺得蠻欣賞的 Andy呢 另一個欣賞的位置 就是這個assion selection 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令到我們選擇什麼assion的時候 除了你顧自己 哪個對自己最大力處的時候 其實都好看 你想究竟這個event 什麼時候出價呢 哪個玩家 如果去出價的話 好著數 或者我不想那麼快打仗 都會影響到你做這件事 你考量的時候 除了做自己的事之後 還會考量整個玩家的局勢 我覺得這個位置做得不錯 好啦 讚到差不多了 你見到K完全沒有聲音 沒錯 寵藉著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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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問K 是不是這遊戲沒有其他東西 你覺得是好呢 其實我認為他有個地方好的 我剛才第一個感覺 會覺得他像美式遊戲 但後來我們自己圍內討論 之後發現他都不算是美式遊戲 那說得色的遊戲 我認為他的控制又不多 其實想起來 其實他是一個挺特別的定位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從這個新的定位 這個嘗試的方向去看 我認為他是有他的非常高的價值 沒錯沒錯 好 講完好了 講一下不好的地方 K坐下來了 我先給你解釋一下 沒錯 我首先講這個遊戲 絕對不是我喜歡的遊戲 是沒有適合性 我絕對想起T.M的情況 聰明的人都會計算 第二 他有跟T.M不同的地方 就是T.M如果玩得熟 可以有好好的掌控 我講的T.M是因為不想去 T.M.是T.M。 T.M.是T.M 我不想要玩T.M.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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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 因為會跟你不同的人 完全不能玩 因為他因此算多你幾步 就是多你幾步 但是那遊戲也很有好 最好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去练习 练习得好 那你是保证你能够得到很多分 但这个游戏的感觉是很高的 很多时候你能够不够得到那个地方 你能够得到的东西 或者别人能够打你 都很影响到你的表现 所以它掌控到的地方 就是比起一般的德式游戏都会低一点点 所以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我想玩的游戏 第二样我想评论的是 我认为它有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就是刚才说的那张其中一张攻击卡 就是可以逼钱 谁不是最多钱的都要杀杀所有兵 我认为它这个尝试是很大胆 亦是向一个都算是好的 即是它的原意也是好的 因为你始终有不同的路程 我不一定可以跑到最好的战力路程 我跑不到我输了 没得玩的 因为很多分都是来自战斗的 所以它就给了一个选择 它是可以有机会用钱来赢到这个战斗 但是我认为这个落得太重了 它的效果太厉害了 它不是说你用钱来compensate 某部份的战力 不是 是只要你又给最多钱 你就可以杀了对面其他的战斗 所以是很能够 secure 到你是贏的 即假设你一个地方很想赢 假设你很想赢 不知为什么你很想杀杀的人 接着你就是在那个位置 落钱落得多过去 那你就能赢硬 你可以保证赢硬 没有一张卡可以影响到这件事 我认为太重了 但这个位置我反而是倒转 我什么时候用这张卡 就是我派一个小兵去 人家成千军万牌那边 但我就是用钱的优势来 小薄薩 去剿灭它 或者令它耗一些兵力 我觉得如果你说 2元杀对面一个 我都觉得OK 那你有8元就杀4个 有很多钱 比20元内杀10个 但它不是 它是你只要给最多钱就可以 如果我知道你有5元 我给6元就行了 你无论多少兵 我觉得这个就太厉害了 这个位置我就会觉得 我开始都想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但其实如果你想回整个游戏的过程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 就算你死了那些兵 是不是就真的完全不能玩下去 我觉得绝对不是 因为这个游戏 其实如果你想回真 你只要有一只兵 在那个area 你的建筑物就可以计分 因为最重要是建筑物计分 是的 你赢场仗 纯粹是拿赢仗一分 以及你的兵不用死 以及你的对手的兵要死 我认为 它未必是最大的关键 我不喜欢那个感觉 就是它超级了战斗的系统 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简单的机器 就是超级了它已经设计了的战斗系统 这个我是存疑的 如果我花了很多心思去这个战斗系统 结果我一计漏了8元 接着我就立刻输了 我尊重你这个 这个也是理解的 这个也是有一个 我觉得会比较好swing的感觉 你投放了这么多资源下去 赢了十四没有支援 谁知道就是凭一张卡 反而我便宜 这个游战斗系统 我当我很欣赏这个战斗系统 但是就被那个位置 就好像砸开了一样 我认为它未必是胜负关键 但是它会对游戏有些冲突 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玩第二次 你都会尽量避免这个情况 就是带着聚集太多兵 我只会觉得这个 反而你有时聚集太多兵的时候 我很想别人出那张卡 我是想自杀的 一次个叮十分 这一张你又想这样做 没错了 它就会将游戏 就变成它本身的战斗系统 变成那个包战斗 就变成我猜你会不会杀我的兵 然后我出牌来叮分 还是我猜你不会杀我的兵 然后我出另一张牌叮分 就会变成这个包战斗 就override 了它本身战斗的系统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它想做的 尤其是去到游戏的后期 这件事是很关键的 你只要拼到一下 你可以充上的分数 会不会有效果 还有如果你长时间兵是不杀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大型地很艰艳的 很艰艳的 很艰艳的士兵 如果相比于Rising Sun 这个系统就不算过 很艰艳地 因为Rising Sun 每一个人都要变 你没有钱 就什么都做 你仍然有很多不同的损失 而且兵的摆位是你自己决定的 没错 那我继续吧 其实就是一个我认为 这个游戏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AP的问题 我认为 尤其是我们第一次玩 有很多的决定是很难做的 我认为 究竟我是去三兵好些 还是拿钱好些 还是升级好些 其实这个我认为 它都算是缺制计得好的地方 就是它那四个行动 是不是四个行动 四个行动是挺平衡的 这个是好事来的 但是所产生的问题 就是APRotion很难决定 还有我认为 它令到APRotion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如果任何一个人 把这个牌推到最顶的时候 它就可以推出到一个 event 而 event 里面 是包含着 这个可以 包括4个行动 亦都可以决定 这一道 什么时候去 决定下面的人 哪个Dominent 哪个价格去拿到 那谁拿到的 event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所以就会 有很多时候 就会包含这些东西去计算 就是本身已经是难计的了 四个人哪个好些 然后你还要计算 哪个可以拿到 那这个是会长了很多 还有你计算哪个可以拿到 是未到你 你是很难计的 你要看上一家做什么行动 你才可以真正 可以拿到最好的部门 所以变成了很多的原因 加在一起 令到AB很长 我反而这么看 如果你说AP长的游戏 比这只AP长的游戏 大幼有作 当然了 因为它只有四个选择 四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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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都说 也有影响 别人做什么是对你有影响 但是大致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是可以照着 我自己来说 或者我自己本身 就不会想到那么多 我对我的影分 反而不是那么大 而以一只这样的 Scale 的 AV Control Game 我们要大概玩三至四个钟头 四个选择 三个钟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合理的 亦是我觉得 大家如果要玩这对游戏 都要预用这个时间 是的 这个位置 我想听到Sammy Sammy你觉得 就是AP的 其实我反而觉得 好像Andy说的 其实 和Key说的 我们可能第一次说 不太熟 不太知道 卡本身的连动 还有 有时可能要等别人做完 你才可以计算到 你要做什么 但是有些情况下 其实你可能是不能计算的 因为可能已经有三四个 Action 已经去到Event 其实你只是想想 你想想变成一个Event 有些位置 其实就是 别人可能计算了 就变成了你 没有计算的 所以结果其实 可能Kick的位置 其实不是很多 但我可以觉得 最大Kick的位置 是因为Expansion 那里 你可以多拿一些新的卡 然后你又可以Action前 Action后的出一张 这个位置 反而我觉得 更加多了 对 可以更加加时间 这个AP位 虽然我自己 刚才也很明显 立场我喜欢你的游戏 但这个AP位 我觉得是有双确的 双确的位置是什么 第一 我们今次有用到 这个法路的expansion 可能令到 这个游戏长了 但就算 我不用这个法路expansion 我其实觉得 这个游戏的设计上 都是导向你AP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他们说了 几件事 譬如Action 每一次到你才可以思考 更加重要 就是刚才我们说 合体的机制 其实合体机制 就是令到游戏更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合完看之后 要聊 每一个Action 你都要聊 刚才我说 刚才我跟Action 是比Action 和Andy 一直在罵我 不行 太长了 那变了 其实他很多东西都 都导向 导向他 会令他的AP 而我和他合作的时候 我又不希望我上家 做完这之前就说 他说完之后他会知道 不然是等他做完才说 那就没办法了 那变了整个Game 就很导向他 会令他的AP 这个也是我觉得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Game 但是他这个 坏处 都可以很致命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 Player 即你的脚 是一些 稍稍AP 的人 那其实都可以很严重 我想象到有多恐怖 如果一班是很AP 这个Game 应该多 我觉得这个游戏 算是一些 冲突比较多的游戏 我认为这一类游戏 AP是否不好 我玩一些冲突的游戏 我希望他爽快些 因为他始终 你不是说 你自己一个人计很多 就会赢 你始终都是大家互打 所以这类Game 爽快 我觉得会更好 好 好的地方 还有一个位置 我可以回答 我刚才提到的 拿Event 我认为Event 影响力是很大的 而你能否拿到Event 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 所以我认为 尤其是在玩 尤其是这类 不是美式Game 而是在说 没有什么 缺乏的情况下 你会有一个 你不可以掌控 然后会对游戏很大的 位置 我认为这个位置 是有些相关 那不可以掌控 意思是被人夹 我究竟可不可以 这么多Event 我没有计划 总之我拿到 拿不到 不是 我觉得如果你肯 我两三个人 放在第一个位置 你一定能拿到 如果有一张好重要的卡 你一定能拿到 但这件事 不是我可以 你讲Action 你讲四个Action 我能否按到Event 即他讲四个Action 哪一个可以按到 哪一个什么时候 可以按到这个Event 就不是你自己 例如我认为 我很想按Event 但我没有办法 可以增加我按Event 因为你是纯粹 看前面的人 如何按 到最后排到 哪一个可以按 我是有少少这样 因为我是为了 其实我有几次 我是想按Event 但我发觉 我是计算不到 因为你们前面 为何你做不到 因为我开头 是我按Event 为何我按Event 是因为前面的人 令到我按Event 有些程度上 不是自己掌控的 是你不自己掌控的 而且对游戏很大 但我觉得 如果每个玩家 都会计算 会计算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就会平衡 是 是 我倒是这样想的 原因就是 你刚才说 不能掌控 其实我觉得 这个位置就是 你要部署 如果你知道你不行 那你就不要 不停推到Event 因为越接近Event 你越难掌控 你要做其他Action 但有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我有几个情况 可能有三四个Action 已经去完 最后 其实我按哪个 一定是下架 一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就是囚囚的 但我明白 就是你部署 但我完全部署 就是 是不是你部署得到 我可以令到这个情况 我不觉得我可以令到这个情况 但后来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曾经有些位置 但这些分明不是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大家是犧牲了自己的 最有利的动作 而不做 令到出及Event 的位置不是你 这个时候 我是很多次做的 这个我觉得 你说完全不能去控制 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控制 我可以控制 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人可以控制 你怎样可以控制到 谁可以按到 其实是看一下 那个东西是怎么动的 但那个东西是四个人一起动的 你只是佔这个 我可以控制到 下架是否按到 其实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控制到 下架是否按到 而且我按到的时候 我按不按 是的 我反而觉得应该是这样去理解 不过我理解 K刚才说的 那个 Event的重要性 是重要的 而这件事 不是能够自己完全制造 因为其实你越多player 说真的 你越多player 就越难了 就是四个人一起动制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也是这个游戏的特色 而且它想你要去部署 即是说 你随时都会打仗 如果你不删定兵 你集中 去升一批 那你就要去承担 反而我一样想说 如果你什么都计算 你可以控制到 那这就不是我喜欢玩的游戏 反而就是 就是 就好像之前有一只 Area Control Game 我认为是那只 这只 是 什么都可以计算 的时候 哇 就不得了 我就不得了 我就未必会这样想 但大致上都知道 好 好和不好的东西都知道 好 那问题来 推荐给什么人 你们会觉得是 Andy先说 嗯 你可以拿些游戏来类比一下 比如喜欢哪一只 你会选择 我知道这个游戏是很难想的 但是应该很多人都会尝试 我会觉得 如果你是喜欢玩Area Control Game 这个游戏一定会尝试 是 因为它是一个 它站在那个位置 其实是 挺独特的 是 相比它以前的作品 好像包括Vicenton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Vicenton 因为不喜欢去必泉登录 我觉得一样 我都不喜欢Vicenton 但这一只 对比Vicenton 我是很喜欢这一只游戏 是 对 就是会比Vicenton K呢 我会认为他 最特别的位置 是我很少玩一些很高空间的游戏 然后是没有什么游戏 没有什么游戏成分 以这个点来想 如果你玩开Area Control Game 你很厉害它有很多游戏 那你可以试试这个 我认为它的游戏 我要加上延期 其实它可以做的东西 虽然Main Action也有四个 但其实你可以做的东西 你可以想到的东西也有很多 这个Conflict Game 很少会做到这个游戏 它算是一个丰富的Area Control Game 好 那Sammy呢 我认为你喜欢Area Control Game 你要想清楚 你是喜欢Area Control 里面的什么元素 才可以去决定 因为它始终是没有游戏 如果你是纯粹是喜欢里面的战斗 可能是有些Random 有些准备 其实这款是完全完全是顺利 像你所说的 像你所说的 其实很多东西是要计算的 不是所有人都 不是所有人喜欢Area Control Game的人都不适合 我想很多人都会想知道 我最终的结果是 结论是如何 第一件事 这款绝对是Area Link 所设计过这么多的Area Control Game 最复杂的一款 我可以告诉你 这款一定是最复杂 你在玩的过程里面 你已经觉得 即是投分路障的位置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投分路障 知得来 它仍然保持住 所谓的都很简单 就是四个一项 你就是按了四个一项 接着你就做了这些东西 这个复杂的位置就是 局势的掌握 是去到基本上 我去到中后期 是完全掌握不到 你就要去 你要部署预备 你哪里有机会 即所谓哪里有机会 因为它到后期 戒到七个Area 你本来只有八张 那些攻击卡 你怎样可以部署 那七张卡 你基本上就是 看送食饭 去到 它好像想欠这里 我欠它 不给它 即是要去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是喜欢的 而整件事虽然很AP 但是我整个过程里面 我起码没有说是黄标 即是原机一味 即是没有这件事 当然会取奇 你两个合联系之后 想这么多东西 都一天会发生 那你说比较来说 我觉得它 挺有INIS的那种感觉 就是所有东西都好计到 所有东西都是看着你手上的卡 去做 你感觉上高 你所有东西都是没坏的 但是它又有少少Betting的位置 我会觉得 如果不计它的AP之外 这个Game 可以是我玩的Area Control Game 是最丰富的 最多新元素 最多东西计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Area Control Game Andy刚才说的东西是很适合的 是要试 而你喜不喜欢 说真的你试了才知道 我自己喜欢的 但是我会有一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 就是有没有人肯和我去玩这款Game 因为你预计会有AP位 预计会很销路 预计不是责色 不是什么 是横棋的Area Control Game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Game是很类似 我可以的感觉是真的没有 这个也是我觉得Area Link很厉害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结论而言 Area Link今次是Good Job 就是真的做到它以往没有做过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最终的评价 今集比较长一点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Game 亦都很赞赏这个Game 所以就会讲得比较长一点 今集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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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多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like、comment、share我们的影片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等着大家 特别多谢所有Patreon的会员 好开心一齐可以和你在Discord里面 谈Game选择新节目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夾我们 我们下一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